好 當然在今天我們記者會當中 為了展現我們Under Armour的 Wall Find The Way 自在避行的品牌精神 我們要再一次的邀請到我們 四位 UA 的怪力店長 來到台前跟大家先練 一起來體驗我們手上的 UA20 新衛客森 邀請他們 好 現在我們的四位怪力店長 讓我們的媒體朋友說整個畫面好嗎 來 注意著我們的Wall Find The Way 的姿勢 給他們補作最棒的畫面 3 2 1 好 先看一下正前方 3 2 1 給我們左手邊一點畫面 來遠身給左手邊 3 2 1 1 1 最後再給我們右手邊一點點神 謝謝 來 隨時遞上我們的麥克風給我們 四位重量級的怪力店長 今天很開心喔 邀請到我們的終極名將 我們的周詩琦 以及張志豪 還有我們兩位 舉重甜心 舉重金牌 我們洪萬瓶跟我們的郭鑫熊 準備一下現場 掌聲歡迎唱好嗎 好 透過我們今天的進展會 我相信呢 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並且相當的好奇 我想要第一大張來問一下 其實我們四位又是相當優秀 頂尖的運動選手 那你們一定會遭遇一些秘境 是如何將這些秘境 轉化為我們今天正向的能量 跟我們所有的貴賓 所有的媒體 來分享一下好嗎 好 先邀請我們的思琦 大家好 我是思琦 那 做一個棒球選手 那 做一個職業棒球選手 那我每天 必須面對的是 120場的球賽 那 那 這麼擁長的球賽 那我必須要把我自己的意志力 以及我的身體的訓練強度 能夠拉強 拉強 然後又能夠拉長 那 所以我在每一週的 第一天的訓練 訓練量是非常的強 那尤其是心肺 以及重量訓練這一塊 那 這些訓練都是 沒有人看得到的 所以 我一直來挑戰我的身體 然後一直來挑戰我的意志力 所以 我的價值 就由我自己來證明 謝謝 謝謝 他的價值由他自己來證明 那剛剛也告訴大家了 所以 他明天早上 應該是他訓練最重的一個 課程對不對 訓練最重的一個時間 好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 交給我們的志豪 嗨 嗨 我是中心兄弟 張志豪 我的一字缺點是 練習時的努力 比賽會給答案 當初 我是一個非常瘦小的 男子 球員 那 為了突破自己的打擊 突破長打 讓人家覺得 不是只有那麼壯的人 學長不是說你 不是只有那麼壯的人 才可以打出長打 所以我堅持自己的理念 把身體練得更強壯 然後突破別人對瘦小 球員的一些想法 對 但是我覺得他一點都不瘦小啊 好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把時間交給我們的文婉婷呢 大家好 我是 洪婉婷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不要跟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相比 因為你每天都在創造自己的新世界 在矚夢的過程中 一定會遇到很多負面的聲音 以及很多看不起你的人 但是沒有關係 你要繼續堅持 往你的目標前進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問題 也在我們前兩天的全待遇 拿下金牌 並且破了非常棒的這個紀錄 緊接著 我們要邀請到我們的居重鐵心 郭慶淳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是居重學校我郭慶淳 我的一致心緣就是 面對夢想 我準備好了 你們問我準備好了嗎 其實我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因為每次準備 我都希望自己能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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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好 超越自己 每一次的準備都希望能夠超越自己 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幸存全待遇 一樣是奪金再破紀錄 來點掌聲吧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替我們所有現場的媒體朋友 跟嘉賓來詢問一下 因為我相信呢 作為那麼頂尖優秀的運動員在現場 我們也是很好奇 到底你們平常的這些訓練菜單 有沒有哪些私藏的這個秘技 可以透過今天的記者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問一下我們 忠實的兩位球員 好嗎 先給我們的志祺 像我比較注重在揮擊這一塊 那我是以打擊見場 所以我在揮擊的訓練 比方說旋轉核心的肌群的訓練 是非常的注重 那尤其在速度 核心速度這一塊是非常注重 所以我在每一周的訓練的 這一塊的強度是非常的強 那藉由核心速度的訓練來提升自己的心肺 然後來轉化自己的肌肌 肌力的力量 大概是這樣 所以看到他有超大的二頭肌 秀一下吧 那當然二頭肌也有訓練 對 並不只是只有練二頭肌 好 時間交給我們的志豪 好 因為我手臂會一直在外延 外延需要非常大的爆發力 要衝刺去追逐那個球 那所以我的訓練的目標 都在於爆發力和速度之間 平常就是一些短跑的10 100之間 100以上我就放棄了 對 因為你在外延追求不可能超過100 是 所以我就以爆發力速度的訓練為注重 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相信對於我們大家來講 舉重上目是大家比較陌生一點點的 那我們今天兩位金牌選手 也在現場的時刻 我也要非常的開心 請我們兩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訓練的這些私藏秘技 跟大家來講講好嗎 謝謝我們的萬婷 我們舉重是全身性的活動 所有肌群都會用到 但是我們腿力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平時訓練 腿部訓練的東西會比較多 那我們常常做一些深蹲 或者是要呼應翻臨的動作 所以我還會再加一個前蹲 那要不要跟大家簡單的示範一下 空空的嗎 就是把槓臨藏在後面 然後再蹲下去再站起來 深蹲的動作 好給我們的萬婷一點掌聲 那我們的訓練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嗎 就像學姐說的 這個舉重其實是一個全身性的運動 然後當然我們不 不是只有爆發力的訓練 包括協調、柔軟度 其實我們都要各個方面去加強它 像我 我會比較多重在我的核心的部分 因為我們必須要看很多的動量 如果你的核心沒有不夠響的話 其實你剛剛你在身上是會一直動來動去的 它晃來晃去的 所以我覺得核心是還蠻重要的地方 所以核心、協調、柔軟度 這次我們下台的這個訓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想要問一下我們四位 對於我們今天UA Trainee的訓練課程 你們準備好了嗎 如果準備好好的話 對我們前方的鏡頭一起做聲 會不會